一代女神就这么走了 虽然事先很多粉丝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 12日工作室发布周海妹离世消息 享年57岁 虽然拥有八段感情 也结婚过 可是最后依旧无夫无子 走的时候孤单一人 根据公告信息 其实11日周海妹就去世了 等到12日才公布 估计就是为了中间处理一些事情 短短的这一天 网上闹得是沸沸扬扬 粉丝笃定说离世了 同行好友说没有在医院抢救 根据医院医生所言是 系统性红斑狼疮 据说这个病属于免疫力疾病 没法医治难以痊愈 有趣的是 周海妹被说从1998年 就开始患有这种疾病了 可是他在2021年否认了 但是他的朋友却说 他确实患有这方面疾病 一时间谁说的真话 谁说的假话 让这是没个定论 该知情医生 在视频里面 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 刚出急诊室出来 不管平日里多风光 多有名气 多有美貌和财富 在这里程序 其实都是一样的 插管还是不插管呢 这句话其实已经说明 周海妹那时候已经不行了 在结合11日晚上6点左右 已经有网友在网上说 周海妹离世了 过儿说明他在11日当天 就没有就过来 在周海妹病重送医之前 看他在社交账号发的照片视频 就感觉不对劲了 此时他仿佛已经病重了 虽然有强大的美颜加持 可是脸上的气色依旧清晰可见 并不怎么行 有一种说不出来的病态 脸颊上有红斑 且红润了一大块 手臂上有长达好几公分的伤痕 清晰可见 要知道 周海妹的血小板很低 一旦有伤口涌血 是没法第一时间凝固伤口的 就像是开了闸水龙头 在看他早前的美颜视频 虽然特效很重 但脸部红润 依旧是没有遮挡住 几年前的照片 脸上的斑点也很明显 此前他接受采访 状态就不是很好 老太隆重的 还表示生病了也要工作 这说明他对自己的身体情况很清楚 离世前 他才刚过完57岁生日不久 生日前几天发布了视频 笑得非常开心 离世前三天 发了自己扮演周芷若的剧照 询问粉丝 是从哪部剧认识的他 哪部剧喜欢的他 没想到 如今便匆匆走了 周海妹一生情感生活方面是一塌糊涂 谈了八场全部一波三折 很大原因是患病无法做到很好生育 最后陪在他身边的只有两条狗狗 这些狗狗陪伴了他后半生 不过 他生前曾说过 此生无遗憾 自己很爱小孩 但不会生也不会领养 看来是看开了 一代女神一路走好 童小区业主透露去世真相 12月12日 周海妹工作室发布声明 确定周海妹已经在昨天去世 虽然没有说明原因 但之前童小区的业主们已经得知此事 他们透露助理赶到周海妹别墅时 周海妹已经倒在地上身体僵硬 当天送到医院路上就已经晚了 不过 虽然周海妹昨天送到医院就已经去世 但工作室一直迟迟不发声明 一直在处理周海妹的身后事 此前 自称周海妹的朋友就曾坚定地告诉网友 她本人已经离世 但是所有人都不信 陆续出现导演 兼致否认她去世的消息 当初发布她去世消息的爆料者 也注销了账号 所有人都以为只是虚惊一场 万万没想到 结果竟是这样 如今再看 周海妹去世前一个人在别墅里 直到被助理发现报警 当时就已经晚了 助理赶到的时候 她的身体已经僵硬 不知道离开多久了 周海妹一个人定居在北京 无儿无女 没有结婚 一直过着单身的生活 常年被病痛折磨 这次离开的原因 有人猜测是因病去世 也有人爆出是被病痛折磨而轻生 因为忍受不了这样的生活 周海妹曾在节目里说 她患有血小板减少症 会突然晕倒 身体不小心被撞倒 也会一块青一块子 周海妹生前身边 只有两条狗狗陪着 那就是生活的全部 因为患病的原因 导致她不能生小孩 唯一的一段婚姻就是和吕良伟 但因两人性格不合 最后遗憾分开 如今 吕良伟有老婆有孩子 周海妹却突然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没有留下任何 只有空空的房子和无人继承的资产 真的很心酸 据周围邻居透露 周海妹从小区送到救护车上时 他们就知道人不行了 但网上并没有公布她去世的消息 可能工作室也希望能有奇迹吧 可惜都不知道她生命最后一刻 身边一个人都没有的那种滋味 太难受了 细数周海妹生前八段感情 因患病断送好医缘 12月12日 周海妹工作室发布复告 称周海妹因病医治无效去世 享年57岁 周海妹曾有过多段感情 差一点嫁给吕良伟 曾和天王黎明传出绯闻 自11日传出周海妹的死讯后 很多网友都表示 不是真的 希望周海妹能赶快现身辟谣 没想到 最后还是等来了周海妹的噩耗 12月12日 周海妹工作室在微博公布噩耗写道 我们沉痛地告知大家 海妹姐因病医治无效 于2023年12月11日离开了我们 愿天堂没有疾病 愿来生我们再相识 复告中除了周海妹工作室的后缀以外 还有周海妹的家人 周海妹的母亲和家人写道 亲爱的海妹 希望你到了另一个世界会继续快乐 家人以你为荣 六天前周海妹刚过完自己的57岁生日 当时她还发文向12月问好 没想到岁月却如此的不善待她 让病痛带走了善良美丽的周海妹 周海妹去世的爆料引发热议后 曾有其好友以及资深渔记发生辟谣 称她并没有离世 而是处于昏迷状态在治疗中 不过从工作室公布的去世事件来看 在爆料当天周海妹就已经离世了 至于后续的好友发生辟谣 应该是家人非常的悲痛 一直没有公布周海妹的死讯 工作室称周海妹是12月11日离世 这一天刚好是天王黎明的生日 周海妹曾传出过多段感情 曾经和黎明也传出过绯闻 周海妹的初恋是吕良伟 吕良伟比周海妹大10岁 1986年两人合作拍摄电影时相恋 1988年两人登记结婚 不过据后来周海妹受访时澄清 她和吕良伟并没有结婚 当时只是登记 还没有正式注册结婚 两人就分手了 吕良伟和周海妹分手后 周海妹便和黎明传出绯闻 两人同样是在拍摄电影时结识 当时外界还传出吕良伟和黎明 因为周海妹大动干戈 吕良伟在受访中并没有否认这件事 吕良伟称自己没有深入追究这件事 她觉得如果周海妹要找一个比她更好的人 如果她认为开心 只要告诉她 她会让她走的 称自己无所谓 还表示她是男人输得起 周海妹的歌曲《日出爱情》 和黎明的歌曲《你等我的》 也被指示在向对方诉说情谊 不过周海妹还是没能和黎明走到最后 1994年周海妹和演员林伟亮相恋 没几年两人就分手了 2009年林伟亮看破红尘出家为僧 1999年周海妹拍广告时 结识男星永赖正敏 传出两人密恋 有意思的是2004年永赖正敏和妻子离婚 当时有媒体报道称是因为周海妹 1998年周海妹被富商追求 不过这期间周海妹被曝患有红斑狼疮 两人便分手了 2000年周海妹被曝和亚氏的一位助导相恋 两人发展很好 但还是没能走到最后 恋情仅仅维持了两年 2005年周海妹结识内地的建筑师男友 便跟着男友一起在内地生活 工作重心也转移到了内地 2009年周海妹又传出和歌手李贵甫相恋 同样这段恋情也没有下文 最近几年周海妹则一直过着单身独居的生活 周海妹的多段感情中 确实有几段是好姻缘 只可惜感情的问题没有如果和重来 据悉周海妹就是因为感情生活不如意 才选择一直单身不育的一直以猫狗为伴 还特意为他们开通社交账号 经常分享和他们在一起的日常 周海妹在黎明生日当天去世 无论是巧合还是其他 都让网友们感到唏嘘不已 圈内众星也纷纷发文悼念周海妹 一路走好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